我今天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到我们博物馆来当我们的义工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成立是非常艰辛的靠不同的义工来帮忙 我们有年轻的从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很多中学生来这里 我们也有很多年纪大的退伍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居人 我们也退休的科学家 还有不同的音乐家、艺术家 能够贡献他们一点力量他们都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 因为假如我们不告诉大家 我们过去我们祖先在美国的贡献的话 不管你们以后在你们学业上面或者在事业上都有成就的话 大家还是把你们看成是外来的人 他们觉得好像你们来抢我们的放买 你们开这么漂亮的车子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苦难 你们的家人对这个国家一点都没有贡献 我们也照样赴税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受到这样子的歧视呢 因为这个歧视呢是从150年一直到现在 陆陆续续都有的 只是时代的不同有时候比较严厉一点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觉得呢 只要我们参与大众的这个社会的事业 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是一个很抬得起头来的一个中间分子 可以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